身体的新陈代谢和器官运转都会变得十分缓慢 建议油炸、辛辣、高胆固醇的食物就要学会忌口了 以免引起发泡 因为肥胖是很多疾病的元凶 如高血压、心脏疾病、糖尿病等 二、不保养内脏 很多中老年人都有抽烟喝酒的器官 而酒精和烟草是内脏器官最大的敌人 酒精会损伤肝细胞 加速酒精肝 肝硬化甚至肝癌的发生 对人的精神健康也有一定的影响 而吸烟会引发心脑血管及呼吸系统等多种慢性疾病 还会导致肺部、口腔和鼻咽等多部位出现恶性肿瘤 三、精神压力大 长寿的关键主要身体健康 其次的就是心态 若是一个人整天萧草不安、发怒紧张 精神压力大的话 就会影响人体的免疫系统、心血管器梦 进而引发多种疾病 建议保持一个良好心态 学会自我分散压力 好了 很多未婚男性都有手淫的习惯 节制且适当的手淫 对男性的身体健康有一定帮助 但若是过度频繁的使用左右手 就会给身体带来一定的危害 就比如下面这三点 一、前列腺疾病 频繁的自卫 很容易使前列腺长期出血、淤血 使前列腺的正常分泌排泄功能受到影响 我们常说的阳尾、早泻等 也都和前列腺大有关系 除此外 自卫者若是由于情绪激动紧张 周围环境异常等原因 打不到射精的效果 同样会诱发前列腺炎和精囊炎等 二、神经衰弱 过度的自卫容易致使男性体内神经中枢系统出现异常 使大脑皮层过度兴奋 体内荷尔蒙的平衡被打破 出现神经衰弱 导致男性出现精神萎靡 头晕乏力 失眠多梦 思维减慢 记忆力下降等症 三、降低寿命 男性如果过度手炎的话 就会损耗人体过度的肾经和气血 导致身体疲劳 伐力 肾气亏须 气血不足 消耗男性阳气 免疫力也会下降 从而损害身体健康 降低寿命 除了减少手炎次数外 还要多进补一些补血补身的事物 好了 妇科病困扰着越来越多的女性 尿道炎素是其中一种 除了会有血尿外 还伴随着尿贫 尿急 以及尿痛的症状 也会有尿道口骚咬的情况 那尿道炎究竟是如何引起的呢 一、憋尿 一旦憋尿时间久了 尿液中的细菌存料在泌尿道的时间也随之加长 使细菌大量的繁殖和增长 引发尿路感染的几率也会明显加大 所以千万别憋尿 二、性生活 若是性生活不注意卫生 就很容易将细菌带入尿道中 然后进入体内 如磷球菌、非磷球菌、支援体、阴云体等 所以一定要注意性生活卫生 三、久坐 由于生活或工作的一些原因 有些女性需要长期久坐 这样会使得性生活不容易